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林茲芳以人為本 服務我們的客戶 信鴻工業成立於1984年 成立至今超過35年 我們在去年重新定義了我們的品牌態度 就是專注不反 這個專注不反其實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元素 是與時俱進 我們想要跟客戶一起成長 同時在內部的營運方面 我們也希望導入更多數位工具的學習 在傳統磁本作業上 我們如果要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我們需要透過人工 不斷地在部門之間往返地去做確認 不管是在紀錄的單位 或者是數字的填寫 都有存在人為誤差的一個可能性 這個是第一個環節 第二個環節則是即時性的部分 因為人不可能說一天八小時上班 然後無時無刻的都去追蹤 所有發放出去的工作的一個進度 那就仰賴 生產單位 他去做主動的回報 可是這個時候就存在一個潛在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生產單位 他沒有去做回報的動作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掌握這個生產進度 我認為報公系統的導入呢 就是正好解決了這兩個最大的瓶頸 也就是資料的正確性跟即時性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選擇零次方 導入報公系統的一個主要的考量 我們的產品名稱叫做我們DARS 那中文就叫做智能報公系統 智能報公系統裡面其實有四大塊 第一大塊就是所謂的戰情中心 我們戰情提供了很多的指標 一秒鐘打開他的手機 馬上就看到我今天生產是否正常 還是是異常 賺錢還是賠錢 第二大主軸是我們的報公 那我們的報公這塊 其實主要就是服務工廠裡面 最基層的現場人員 他們非常的重要 因為所有的資訊 必須要正確且即時的回來 其實就是依靠這些現場的作業人員 那第三塊是我們的資訊的維護系統 它裡面包含了整間公司裡面 所有的基礎資料 那不管是工單也好 包含還有像停機原因啊 還有像標準工時 全部都在這個維護的系統裡面 那最後一個叫做履歷的追蹤 因為對所有的工廠管理 最後其實他想要追蹤的就是 我的生產包含人事實地物 能不能夠去追蹤到 資訊回來是否正確 因為我們的系統開發來講 我們已經開發出了三種 完全可以 不同的顧客類型像 他們是流水線 或是零工室 或是工具機 我們有這三種不同的模式 可以去符合不同的客戶 我們是以人為本 我們的系統會去貼近所有人 他們需要知道的這些的資訊 有些東西他希望油化 那我就協助他 在不斷地提升我們 陪伴我們的客戶 協助他們成長 我也是 我可以補充 我相信 我們是西京海警 最高